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一些关于国际政治 金融市场和科技与的最新报道 乌强博士至清华大学校长的公开信 习近平马英九会晤的深层含义 中国的电动汽车销量反弹 刷新季度最高纪录 越南计划建设连接中国的两条高速铁路 南韩也西越国会势力下降 我们将关注金融市场的一些变化 最近金价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上涨 达到了新高 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另引发了对金价上涨原因的猜测 有分析人士认为 中央银行的购买行为 可能是推动金价上涨的原因之一 然而金价上涨的真正原因 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医学领域的一个突破 一位英国医生成功治愈了一名13岁少女的罕见病症 这一突破时的这位少女得以康复 成为全球首位接受此治疗并痊愈的儿童 这一消息令人振奋 也体现了医学界在面对疾病挑战时的不懈努力和创新 最后我们将介绍一些国际科技合作的新兴潮流 美国南韩和印度启动了一个名为 三边技术对话的联合倡议 旨在提高技术供应链的韧性 并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 这一合作计划将为三国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 并共同应对供应链风险和脆弱性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了解更多详细内容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吴强博士至清华大学校长的公开信 2024年4月 清华大学李陆米校长军建 这是吴强德国政治学博士 原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也是清华政治学系讲师 也是清华政治学系二次重建后最早入职的教师 在经历了过去几年与清华大学的诉讼后 我有一些不能不说的话 很遗憾只能以这种方式传达 坦率地说在2015年中被社科学院吴端停止后 我的工作和生活并无多大变化 继续研究也继续田野工作和公共评论 唯一的变化来自环境 或者说在当下的政治气氛里 发现越来越多的昔日朋友 同事不再敢自认知识分子了 固然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年 知识分子公共可见度的下降 因为这种社会角色的变化 无宁反映了知识分子群体 越来越害怕社会担当 只是这种自我认同的恐惧 程度远甚文字语的恐怖 也只是过去两千多年 中国世人也是知识分子绝无仅有的 恰逢最近深受清华理工师生喜爱的 三体的奈飞版电视剧上映 开篇就是1966年 清华主楼前大批斗的场景 历史上在那之后不久 二小门即被清华红卫兵拆毁 今天却成了旅游热点 1977年后貌似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1992年后也恢复了人文社科专业 曾经在国民政府时期生育卓著的政治学系 也得到了重建 我有幸铁列其中 在全国高校最早开设了社会运动的课程 然而就在2015年前后 一提文法社科教师被迫停职 这一波对文科知识分子的打压持续至今 虽然规模和人身迫害程度上 或不及文化大能力当中 最是分子作为臭劳酒被批斗 被下放被迫害的情景 但是性质上不遑多让 如同三体尽管有着对文革的朴素反思 却缺乏人文和政治学意义上对人类的思考 因为后者终究属于无用之用 而将理性还原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 留记的您曾是清华航空航天学院的领导 就在您的领导期间 曾有一位航院学生因转系不能 而被学院强行送至回龙关医院 他的家长文讯而来 在被辅导员和系院领导拒绝沟通后 辗转找到我 区区一位选修课老师商量办法 我不能不惊讶于清华大学内部 如此简单粗暴对待学生的方式 也感慨这位航空专业学生 对政治学教师的信任 这是未曾想 这种简单粗暴的暴力 很快就落到了自己身上 先是2014年 我准备去香港田野调查 占中运动的时候 被学校一度软禁 紧接着 2015年中 我被学院停职 却没有收到学院的调离通知 也没有被正式告知 直到2020年2月初 我突然收到清华大学的一支诉状 要求我搬离周转房 并且索偿巨额违约金 我到学院问学后方取得解聘手续单 确认了被解聘一事 也开始了随后我对清华有关人士纠纷的诉讼 然而 海淀法院2021年中 驳回了清华大学的诉讼请求 维护了我的住房权利 我在法庭上表示随时愿意交付欠缴租借 缴租金 并退回住房 只要清华房管方面告知缴交房租办法 而后者在2016年后 从未与本人协商缴租退房事宜 更荒唐的是 新冠疫情加剧后 从2020年中开始至今 我即被限制入校 后更被列入所谓黑名单 人车即使预约也被禁止入校 而清华大学既然在2024年再度发起房屋诉讼 要求我为无法居住的这几年支付百万违约金 从法律看 清华大学此举属于重复起诉 而且可能因为编造新标底而发生虚假诉讼 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律之外 清华大学选择如此缠送 而非善意沟通 只能让我或者所有了解这件诉讼的人们感觉到 诉讼背后的迫害企图是多么强烈 不能误问这是否系由清华的个别官僚 或者背后的黑暗事宜在操纵 他们到底出于怎样的恶意 才如此肆无忌惮地迫害一位 由得归来的政治学者 试图以反复地民事诉讼羞辱和惩罚一位知识分子 毕竟作为一个国内一流理工科综合大学的政治学系的教师 我恐怕是唯一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者 也就是最讲政治的 虽然不该奢望如马克思维博一般自诩政治学刊当各学课的火车头 或者中国读书人传统追求的货与帝王家 但是我的研究与其他同事们关注的传统权力分配不红 聚焦各阶级和群体的权力分配主张 对包括清华大学培养的红色工程师在内的各阶级进行精神分析 事实上从2015年至今 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以各种记事发表 出版了有关中国的建筑工人的阶级状况和人权政治等研究成果和文集 坚持在国际媒体撰写专栏评论 因为任何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都知道 中国不能仅有一种生意 也不能临终才打破沉默 作为政治学者必须时刻观察前沿 评论政治 保持学术敏感性 这是个人 也是一个民族保持政治思考的基本方式 例如需要指出的 在中国最新聚焦的反医疗腐败的政治气氛下 在我付出巨大努力 已经清退房屋 牵出户口之后 清华大学的禅宋不仅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 而且是一种权力滥用灭失教师尊严的高效腐败 一个发生在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的腐败 更是公然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封桥经验的指示于不顾 政治站位极其错误 属于严重浪费司法资源 严重消耗清华大学的社会声誉 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然如果这种错误其来有次 甚至可以追溯到文革时期清华内部的派系斗争 或者721讲话对文科尤其是人民大学的艰辛探索 那么姑且可以将我与清华的房屋纠纷 人事纠纷都推出若干历史文件 或者前任校长 清华大学现任领导还有空间和时间 可以理性和平协商的重新考量此案是否有必要继续 我还是爱清华的 无论如何 我相信据为知识分子且有幸功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当时时扪心自问是否可无愧历史 质疑2024年春天的敬意 吴强博士敬赏 人性发育 在当今这个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年代 各界都在寻找解决方案 企图挽救这个岌岌可危的地球 从金融机构到汽车制造商 再到各国政府 每个角落都在进行住自己的努力 然而这些努力是否真正有效 还是仅仅是一场表面文章 让我们深入谈讨 首先来自CNN的报道记录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格拉斯哥金融联盟为净零排放GFRN级 虽然包含了来自50个国家的675家金融公司 自认承诺确保他们投资的公司减少排放 但根据欧洲中央银行 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一项研究 这些机构并没有对其贷款政策 及投资公司进行实质性的改变 研究发现 即使是加入了净零银行联盟的银行 也没有提高对高碳排放企业的贷款率 而且从联盟银行获得贷款的公司 也不太可能设定脱碳目标 尽管自2018年以来 对碳中行业的贷款减少了20% 但这一下降趋势在所有银行中都是一样的 无论他们是否承诺过 这一发现对于自愿性气候承诺在减少农资排放方面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然而在汽车行业中国似乎正在朝著更绿色的蔚蓝卖金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中国的汽车销售在三月份同比增长了9.9% 使得第一季度的销量达到了两年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SEA的数据 同一月到三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10% 6%达到了672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EV的销量同比增长了31% 达到了209万辆 新型电动车型和价格下调的策略似乎正在发挥作用 为中国的汽车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在政治领域 加拿大正面临着外国干预选举的问题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预计将在一次公开听证会上作证 这场听证会是关于持续进行的外国干预调查 特鲁多长期以来一直否认中国在加拿大过去两次大选中的干预 但有关干预的证据持续增加 这次听证会是在去年泄露的关于中国干预的情报报告之后召开的 特鲁多很可能会面临他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威胁的指控 公开听证会揭露了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崛起中的外国势力 是如何试图利用加拿大的民主机构呢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了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警告自由党成员 寒冬航当航当 他为该机构监视 发生在2019年9月28日 当时CSIS向自由党提供了一份简报 指控中国政府干预了Dawn Valley诺特提名竞赛 迫使学生在失去学生签证和对家庭可能造成的后果的威胁下 同跳支持寒冬 寒冬随后在大选中赢得了Dawn Valley诺特区的胜利 目前外国干预委员会正在调查这些指控 综上所述 无论是金融界的气候承诺 汽车行业的转型 还是政治领域的外国干预问题 都显示了全球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这些报道不仅结实了问题 也提供了改进的机会 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 每一步行动都至关重要 只有通过持续的努力和合作 我们才能朝著更加可持续和安全的未来迈进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各国领导人的会晤和合作计划 总是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 从美国总统拜登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国事访问 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会晤 再到越南宣布将与中国合作建设两条高速铁路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国际合作的多样性 也反映出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根据西安电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会晤 被视为对中国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 在这次会晤中预计将宣布超过70项合作事项 合作事项涵盖了军事同盟的重大更新 太空合作以及增强两国人民交流的多种方式 在近年来学生交流呈现下降趋势的背景下 这些措施无疑将进一步加深美日两国的联系 同时也向周边国家展示了美日同盟的坚定立场 而在台海局势方面 纽约时报的报道激势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会晤的深层含义 在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积极主张岛屿民主主权的背景下 中国对台湾的态度趋于强硬 不仅冻结了与台湾的高层接触 还在国际舞台上孤立台湾 并增加了围绕岛屿的军事存在 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晤被视为中国设定与台湾下一任领导人打交道条件的一部分 展示了北京对于台海问题的坚定立场和策略思维 在另一边乡 Japan Times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前台湾总统马英九的会面 习近平在会面中表示 外界干预无法阻止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家庭团聚 他还表示没有什么问题是无法讨论的 马英九是2008年至2016年任内的台湾总统 他是首位访问中国的前台湾领导人 这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 另一方面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越南计划在2030年前开始介绍连接首都河内与中国的两条高速铁路 这两条铁路将连接越南的港口城市与中国的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不仅将提升两国之间的基础设施 也将促进贸易和人员往来 值得注意的是 越南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在2018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了22% 这一合作计划无疑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济联系 这些事件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美日同盟在对华关系上的调整 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布局 还是越南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 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驻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这些国际事件和合作计划不仅是各国领导人智慧和策略的体现 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和合作的必然选择 随着这些计划的进一步实施 未来的国际关系将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 政治舞台上的每一步棋 都牵动住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敏感平衡 从加拿大的国内政治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 再到南韩政党的权力更迭 这些事件不仅展现了政治动态的多样性 也凸显了国际政治中的复杂性和挑战 在亚洲的利益角落 中卫除了报道了南韩主要反对的民主党DP 其自由派盟友在国会中的势力扩大 根据初步的出口民调 民主党及其盟友预计将在300席的立法机构中 赢得多达197席 从156席增加 相反总统尹熙岳领导的执政党人民力量党PTPP 及其附属机构预计将赢得85到100席 从114席下降 这可能使尹熙岳在其任期内 直至2027年成为一名无权力的领导人 这些报道不仅揭示了各国内部政治运作的细节 也展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权力游戏 从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到台湾的主权问题 再到南韩的政治格局变化 这些事件都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它们不仅影响着各自国家的未来发展 也对全球政治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 保持对这些动态的关注 对于理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挑战至关重要 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代 从金融市场的波动到医学界的突破 再到国际科技合作的新兴潮流 世界正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和机遇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令人振奋的发展 首先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震惊华尔街的消息 金价飙升至新高 自三月初以来上涨了大约三百美元 达到每盎司二三百五十美元 这一现象令人废弃 因为改善的经济前景和较低的通涨水平 通常不会推动金价上涨 分析人士将这一涨势归因于中央银行的购买行为 包括中国的大量购入 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金价的突然上涨 尽管交易所交易基金遭到投资者的撤资 通常被视为对金价不利的迹象 期货市场的需求直到本月初才开始增加 有人猜测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可能是推动公共和私人投资转向黄金的原因 在医学领域 BC报道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突破 英国皇家斯托克大学医院的医生成功治愈了 一名十三岁少女开的罕见病症 它患有严重的乳迷腹水症 一种淋巴液在腹部积聚的状态 经过多年寻找治疗方案 家人终于被转介到该医院 医生通过封堵和修复 抬肝脏中的漏洞 使他得以康复 谁又他 使他得以康复 他在医院住院五周后出院 成为全球首位接受此治疗并痊愈的儿童 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 日经亚洲揭示了美国南韩和印度 在科技领域的战略合作 这三个国家启动了三边技术对话TTD联合倡议 旨在提高技术供应链的韧行 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带来技术解决方案 并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 TTD的首次会议在首尔举行 三国承诺在半导体数字公共基础设施 人工智能太空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展开合作 这一倡议为三国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他们能够利用彼此的竞争优势 共同应对供应链风险和脆弱性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金融市场的变化莫测 还是医学领域的创新突破 或是国际间的科技合作 都反映出人类社会在面对挑战时的智慧和韧气 这些故事激励我们不断探索未知 勇于创新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大回复 唐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透过电邮轨广